4月13日已经在湖北省抗疫一线 艰苦奋战了60多天的广东团省委虎哥爱心车队 在队长张凯的率领驾 历时三天3000多公里昼夜兼程 风尘仆仆地从武汉飞奔回边城口岸 随分合适 驰援家乡 车队队长张凯是土生土长的随分合人 1997年前往广东省东莞之创业 得知家乡境外输入疫情严峻 他与广东省委积极联系 多方筹集到了医用手套 防护服 护目镜 消毒液 等价值20余万元的医疗物资 助力家乡抗击疫情 我们在武汉分战60多天 现在武汉疫情基本解除 当我们听到家乡的生活和境外输入非常厉害 我们依然决定提前离开武汉 我们组织的一批物资有防护服 口罩 还有消毒液 各种物资带回家乡 但是这边来到这以后 更发现家乡的物资太短缺了 在随分合入城卡口 记者看到一辆辆写有奔赴疫情一线 支援随分合的虎哥爱心车队 整齐地停靠在百年口岸随分合 队员们将在广东筹集到的防疫物资 从车上搬下来 希望家乡和各地的爱心人士 伸出援助手 现在是以前是帮武汉 现在帮帮我们第二次的思路河 也希望家乡人民多伸出手 多帮帮自己的家乡 我们一定要战成这场战役的 我们虎哥车队有一个口号是 疫情不除我们虎哥车队不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